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将就生活 如果有一天你选择离婚 希望你是为了追求幸福 而不是一时的冲动 婚姻不易 希望大家且行且珍惜 但是没有人冲着离婚去结婚的 有些人之所以会在外面找情人 就是因为在一段感情中得不到被在乎 在外面找情人的女人 大多都有以下两个公姓 没有被丈夫重视 听一位读者说起过一个关于他的爱情故事 我和我老公的学历相差很大 他是博士 我是大专 因为知识量相差悬殊 所以他知道的东西比我多太多了 每次当我惊叹的时候 我都会说你简直太厉害了 这个都知道 但是他每次都会笑着对我说 我只是比你早知道了一点 现在我告诉你了 你是不是也知道了 我真的很喜欢我老公的这一套 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谦逊 没有那么骄傲 其实一个女人在一段感情当中 想要的无非就是一个男人的耐心 当一个男人对他失去耐心的时候 他的内心就会变得空虚 小时候生气了 我们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 长大之后才发现 这一招只对自己的妈妈管用 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父母是真正爱你的人 所有的人都在权衡利弊 当一个女人在一段感情当中 没有被善待的时候 那么他一定是孤单寂寞的 甚至在这个男人的身上 找不到任何的存在感 一个很好的爱人 才能够减轻人间的疾苦 当一个女人能够在一段感情生活当中 被爱的时候 那么爱情就会变得长久 如果一个女人不被爱 那么爱情之路只会变得越来越艰难 现代很多夫妻的现状就是 白天在外人面前作戏 晚上回到家后 就如同陌生人一般 把婚姻过成了搭伙过日子 这样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人是用了爱的 钱是拿来用的 有时候很多人 恰恰把这两者弄反了 心理学家曾说 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源自于需求 两个人当初刚相识的时候 会因为新鲜感而互相吸引 但是在一起的时间久了之后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就失去了激情 在这个时候 爱是会消失的 倘若你不被对方需要了 那么你们之间的爱情也就会消失了 没有婚姻的归属感 什么是爱情呢 爱情就是当一个男人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一个女人仍然愿意嫁给他 那么什么是亲情呢 亲情就是 父母绝对不会让你嫁给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男人 其实父母之所以会这样做 并不是因为父母贤贫爱富 而是他们知道 婚姻需要柴米油盐 时间会消耗激情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婚姻最重要的就是归属感 以前我开车的时候 我总是喜欢开错路 可是我的老公却从来都不会抱怨 只会安慰我说 就当多看一段风景吧 生完孩子之后 每次做饭的时候 我都会忘记开电饭包 但是她总会乐呵呵地和我一起煮面条 那时候我在想 或许这才是婚姻生活的真谛吧 和我的丈夫在一起 我才能真正地感受到归属感 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依靠 虽然我们之间会出现矛盾和争执 但是她总是会笑着对我说 没关系 婚姻能够给一个女人带来什么呢 其实并不多 好的婚姻能够让一个女人感受到归属感 不好的婚姻只会让一个女人陷入无尽的深渊 一个女人其实在一段感情当中 想要的并不是多少的物质 而是一个男人带给她的安稳 夫妻之间要互相帮助 而不是相互埋怨 做丈夫的要多给自己的妻子多一点耐心 因为只有这样 你们之间的感情才会变得更加和谐 当一个女人在你的身上找到归宿感的时候 那么你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的幸福 倘若她在你的身上找不到寄托 那么终有一天 你们之间的爱意也会逐渐地消散 阿弥尔曾说 如果你讨厌烟味 从一开始就应该找个不抽烟的恋爱对象 而不必要求对方为你戒烟 婚姻的真相就是要相互成长 相互扶持 要给对方留下一定的价值 只有当你们能够站在彼此的角度 思考问题的时候 你们才会真正地明白 爱情就是相互搀扶 一个女人在一段感情中 其实想要的并不多 一个男人的爱和包容就是幸福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